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业处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台北美食月活动 结合9家便利支付美食及外送平台业者 有超过8000家餐饮店家参与 邀请民众来消费 有机会获得总价值10万元与最新的iPhone14 这次我们美食在台北 台北美食月 我们结合9家的包含美食便利支付的 还有外送平台的店家一起来合作 那么也超过台北市有超过8000家的 这些餐饮店者都来参加 那么有很多优惠的活动 那这些美食便利支付的这个业者 也都个别提出了不同的这些奖项 跟这个补助 那当然我们最后有一个最大奖 就是10万块的奖金 以及最新的iPhone14 那都欢迎大家来有吃又有拿 然后享受台北的美食 有关奖项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把最新的iPhone14 纳入我们的奖项 那我们总奖值 包含邮政礼券等 总共会有总价值 加10万块的一个总奖值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里面做消费 消费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会把一个总抽 等于说大家各个平台里面 会回馈到我这边来之后 我们会由市府这边来 一起做一个总抽 抽出一个大家 共同的一个奖项 台北是一个美食之都 那这几年来 我们一直在强调推动美食在台北 那么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活动 那么今年也是希望 包含第一波的 道点贾芒咖 跟着第二波的台北美食乐 都是希望大家能发现台北的美食 那么一起来享用 那同时来塑造整个台北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的一个意向 这一波的台北美食乐 我们特别会选择 跟这个酒家的 这个便利支付来合作 是希望说 因为现阶段 尤其在疫情之后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手机滑一滑 然后就去订餐 然后或者是外送 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借重 这样的一个气氛氛围 那就直接跟这个知名的 这些酒家的这些 不管是外送 或这个便利支付的店家合作 来扩大这样美食的宣传 这次参与业者纷纷推出 总计130万元的消费者回馈方案 如提供50元消费抵用券 或是折扣优惠 满百折价等方案 提高民众消费动机和医院 我们目前提供优惠是 每个会员我们提供满1200块 然后折200的这个优惠服务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次用完之后 我们算了一下 应该还会再加大一些吧 那这就是等这一次活动 来看一下他们的成效 我们的EPTable 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餐厅定位的 优惠平台 然后我们的餐厅 现在大概有1000多家 那台北市这边 其实就占了非常大的家数 那这一次我们推出的优惠呢 就是在只要我们的所有的民众 在EPTable上面定位台北市里面的餐厅 那我们家就是加码回馈到最高10% 我们是统一集团旗下的 盆土的外送品牌 那除了神仙杂货 也要用一些美食外送 像是项目街口的小吃啊 或是联手企业的集团 等等的美食 我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优惠 所以其实你在像浮动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一些独家优惠 或是特别超杀的好康 我们这次推出的是满300就折70块的 专属台北市的优惠 除此之外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店家 跟我们一起做了满额折骨石的优惠 也就是说总共你可以在300折到120块 这样子的超值六七个的下场 所以是特别为了台北美食业做的特别的活动 Manao其实是一个吃喝玩乐预定的品牌 所以虽然我们专注的餐厅 还有其他很多的产业 但餐厅的确是我们上面的消费的最喜欢的一个预定的服务 那这次我们为了台北美食业 我们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餐厅预定的时候 可以买一千就折一百 而我们也有跟外送服务 那外送服务更是要买五百就给大家折一百元的优惠 那会员专定呢我们还有1%到3%的消费回馈金 然后再加上美食的价倦一百元 那台湾配一直是跟金融机构一起合作的一个支付 那我们除了在行动民航的AVP和台湾行动支援费PV都可以使用 那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那我们这次台湾配推出了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呢 那这一次呢我们响应这个美食节的活动呢 大家只要使用这个台湾配每60元以上我们就可以抽奖 那最高的奖项是可以有101美食卡 1万块的这个美食卡大家可以去享用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有加码 那我们其实还有个好康活动2 那想用这个iPhone Pro Max上线 所以呢到年底前呢 大家只要在台北美食月的这个店家呢 我们都可以抽奖 最高可以抽到这个iPhone Pro 14的这个Pro Max 一卡一付又又付光一付 那我们这次也很高兴能够参加 市府这个台北美食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我们优惠富会跟大家一起 包聊这会的贪看 这次我们也提供了大概有 62个不同的奖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回馈金 那总共回馈的金额有从15000跟2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先加入优惠 这样的一个会员 然后享受美食 以及抽奖的一个好康 就是除了支付之外 我们还有结合各式各样的大日常会用到的功能 就会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台北市的朋友 那我们这次的方案其实就是在台北市指定的饮料品牌 我们可以奖八折优惠 然后单品上限最高是30块 那我们活动结束后 当周就会抽出300名消费者可以行到100块的接口币回馈 就是额外多100块的接口币 鼓励民众踊跃吃美食拿好康 记者温郡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湾戏曲中心2022戏曲梦工厂 汇集掌中戏 歌仔戏 金剧 奥剧等剧种元素 带来六档实验性十足的创新作品 其中当代传奇剧场宇宙风将金剧融合墨剧 街舞与流行音乐等元素 台北木偶剧团奥赛罗则是将金剧融入布袋戏 以人偶同台的演出形式带来全新的关系体验 马桶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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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马桶堵住了 马桶堵住了 你是不是我的玩具卡在里面了 什么玩具 你是不是又玩了什么不该玩的东西 当代传奇剧场宇宙风 以金剧融合墨剧 街舞与流行音乐等元素 透过5G科技将真人演出与影像结合 呈现精神病患者真实与虚构交织的世界 奥赛罗 台北木偶剧团奥赛罗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 由金剧老生周慈爱与布袋戏青年主演吴生杰首度共演 借由人偶同台创作出多元的演出形式 2022戏曲梦工厂推出六档实验作品 以新世代的戏曲与会 放胆玩出属于自己的梦想宇宙 这出戏呢 我们邀请了这个明日和和制作所的黄鼎云导演 跟我们一起制作 那么其实在因为疫情期间 然后因为剧场关闭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考量到说 那我们演员除了在舞台上进行实体的表演之外 我们能不能除了还有线上 我们能不能是实体跟线上同时进行的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5G市场已经开起来了 那我们当代传言剧场呢 也在想办法迈进5G异地共演的东西 那这个作品呢 其实呢我们是把它锁定在 说我们想要探讨有关于疯狂 以及不疯狂这件事情 那这个定义当然非常的大 那只是说呢 戏曲演员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行话 就不疯魔不成活嘛 对不对 那究竟什么是疯 还是他只是专注 他只是一种执着 就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的一种坚持也好 或是他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谁来判断他风与不风 正常与不正常 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现象有很多的乱象的原因之一 就是谁来当这个判断者 那我希望这个戏呢 可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戏曲的这样沉浸式的互动呢 其实我们也还在找寻一个很好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有科技的加入 那我希望这个作品呢 他是希望是成功的 其实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科技他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他突然荡掉 或者是影像消失 或者是他颠倒了 种种之类的 而且镜头他的表演跟舞台的镜框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镜头的表演 我们如何去表演 但是我们演员又在舞台上 所以我们变成是两者要兼顾着 那其实科技呢 我觉得是双面刃啦 对玩得好跟玩得不好 其实反差很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次要跟顶运导演 合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子 因为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梦工厂的舞台 我们可以找到 跟跨界合作的一个机会 这样 我们这一次呢 最主要是要结合金剧 和台湾的Bodehi 一起在台上演出 那这个故事呢 是我们自己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再重新改编 那经过历史上真正的明代的一个故事 它转化成一个明代的昆仑将军 奥赛罗的故事 那最主要是我们希望 要呈现这个奥赛罗 关于人性的部分 它的内在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完全会用偶来 做它的心理层面 所以慈爱老师会演奥赛罗 是当下的奥赛罗 那在他脑海里面所出现 他种种杀戚的过程 还有他的懊悔 还有他甜蜜的往事 种种还有小人亚狗对他的谗言 他全部都会是用我们台湾的布袋戏友来表现 所以不管在音乐上还有在表演上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交融跟互相交流 那还有最主要 我们这次也还请到了 一位装置艺术家丁长文先生 会为我们做一个全新当代的视觉效果 去展现出奥赛罗 他所在的那个无名之地 我自幼学习中原文化 汉胡相容乃大事所趋 何况 我长得像你 不是吗 苏干面貌相似 可初始作风本就不同 自是以起冲头 我是会收敛性情的 六档全新制作 汇集掌中戏 歌仔戏 金坤 乐剧等剧种 以戏曲元素作为创作基础 鼓励创作者进行大胆挑战 寻找戏曲多元的可能性 戏曲梦工厂 其实想到那个名字 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这个地方 欢迎大家用戏曲的元素 大胆做梦 勇敢逐梦 所以我们会鼓励 所有的创作 能够运用戏曲的元素 以戏曲为核心 去建构未来的想象 经过过去的四年 我们这个戏曲梦工厂 其实已经有22档 全新的一些编剧 那么曲目等等 这些其实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有些进入我们传艺金曲奖 有一些还得到谈心奖 我一直觉得传统的戏曲 其实在它的时代里面 都是当时的主流 那么在这个现代的来讲 也许它已经经过洪流的吹链 它是变成了传统 但是当它进到现代的时候 我反而也很鼓励 让它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戏曲梦工厂 会鼓励所有的创作 以戏曲为中心的创作 今年有六团 进入了我们戏曲梦工厂的伙伴 一起来为戏曲竹梦 开创各种可能 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的翻材主持人所讲的 有各种的剧种的元素 容纳在一起呢 其实呢 演出的方式 剧作的创作方式呢 我大概一今年没有策展人 所以我大概归纳了一些方式 有一些是属于跨剧种的尝试合作 例如呢 2020刚成立这个不久的可乐体创制 它的琵琶语啊 就是跟国荒的陈美兰老师一起合作 那么来重新诠释 召军出塞 那可乐体呢 其实它本来就做很多新的创作 尝试新的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李清照诗人剧团呢 它所做的宝玉就是由陈宇安老师呢 加上呢 南馆的董虚芳老师一起来合作 那让大家看一下甲宝 这个《红楼墓》里面的甲宝玉 重新再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 那另外刚才呢 我跟珊珊 这个艺术总监这边呢 聊了蛮多是台北末尔剧团的奥赛罗 他就是由他们当代的青年主演 吴森杰之外呢 他加上金剧的那个名的老圣 周艾茨老师 那很特别 偶跟人怎么融合 另外呢 特别强调是如何把当代的视觉艺术 装置艺术能够在偶戏中 发挥出他视觉的张力融入剧情 这个我觉得我本身也很好奇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正在动应的马 这个呢马说老实话 在我们戏曲里面完全用想象 哪一个样就开始想象马长什么样 马的脾气马的什么 那但是这次的正在动应的马呢 他则是呢 由李基文老师这个来编剧 然后呢以大唐的五马来作为想象 那把金之眼设的台著呢 这个施东林老师 以及呢这个德国 以及这个传艺金曲奖呢 最佳导演入园的这个刘冠良老师 一个演龙马 一个演戏马人 那如何呢 透过新的创作来诠释马这件事情 除了这种跨剧种之外 还有就是呢把当代的议题 纳入戏曲演绎的讨论 比如说呢 演末方的这个技行列 他就是有我们国光啊 三个很棒的青年年轻演员 就林嘉玲 林婷宇跟黄军成呢 这三位呢年轻的老师 一起呢跟这个演末方这边合作 那么呢 从戏曲加现代的剧场 从传统如何融入呢 这个现代 2022戏曲梦工厂 将于11月19号到12月25号 连续六个周末 在台湾戏曲中心 多功能厅登场 六档大胆创新的作品 要让观众朋友 看见不一样的戏曲新世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育城基金会 投入迟缓儿早疗服务20多年 邀请主播张灵宇 担任爱心大使 与连胜五夫人陆永家 及活动女王曲爱玲 一同参与爱心小积木 堆积马拉松 爱心铺满的润养活动 期盼各界响应 用爱照料漫飞天使 由主播界公益女王之称的张灵宇 挺着八个月的运渡 现身育城基金会 爱心小积木堆积马拉松 爱心铺满润养活动记者会 连胜五夫人陆永家 也以新希望人文教育协会 代表身份 与活动女王曲爱玲 前来响应 用行动力挺 号召身边企业好友 一起投入公益 关怀漫飞天使 今天付出最多的 大概是我 因为大概不会有人想要 就是在这个状况下 在面对工作 你看大家都这么的光彩亮丽 所以我们今天呢 是算是一个牺牲打的一个状态 希望呢 透过了这个孕妇的现身 然后孕妇带好运嘛 带旺嘛 所以呢 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 那其实我们主要呢 育成跟我的合作 虽然说是从今年开始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做了28年的 这个棗疗的服务了 那包括了语言的 或者是身体上的这一些 其实0到3岁是最重要的一个 棗疗黄金治疗期 那所以这段期间 其实要需要的人力物力 还有钱都非常的多 那也是因为跟他们接触之后 才知道说 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缺乏 那这个这个什么 小铺满的这个计划 我们的积木小铺满 对 积木小铺满的计划 其实是一个爱心零权捐的小计划 那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现在认为 用我们的善心跟二十力 已经找到了很多的 这个企业的捐赠 那我们会 这个活动会为期大概三个月 那我们是希望用爱心堆积 它是一个积木的概念 一直堆积起来 所以这一个计划其实是一个滚动式的计划 我们先有基本的一些基底在这边 那陆陆续续 在这三个月中 我们会希望可以发展到更大的一个 它希望成为一个小城堡 那我们就是去全力支持这个育成 然后照顾我们的小朋友 给他们更多更好的 一个生存的能力跟机会 我曾经因为让小朋友认知 就是什么是自闭症 什么是稍微这所谓的过动的儿 这些不同的名词 不是去做标签 而是你要更认识他们 那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 你要更多的包容性 为什么他一直在问问题 为什么他同样的问题一直在重复 这是我的学生常常会提出来的 那我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把整班都抓下来 我自己做个PPT 告诉他们什么是自闭症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 多一点关怀 多一点帮助 多一点包容 让他也可以跟你们一样 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刚才他们说 我很会募款 真的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 这所谓的募款的缘由 我觉得一个出发点 就会有很多人共襄胜举 我们自己只要想想看 各位媒体大哥 我不是逼迫你们等会要捐钱 但是你们随便一掏 可能就是一把零钱 那这一把零钱 其实基础成多 我们就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能够帮我们 然后共襄胜举 热心公益的张领宇 更迎接日本订阅制 意志玩具系统同意去 与育城基金会 长期配合玩具捐赠 提供基金会的早聊孩童 以及弱势家庭 更多的资源 再找这个同意去 这个许总来也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的企业 主要就是永续 爱地球 那爱孩子 所以呢 他们的玩具 零到四岁的定月 它是每一两个月 就可以来开换 那孩子 对于孩子来讲 没有看过的玩具 就是一个 没有看过的玩具 就是新玩具嘛 所以就无限的循环 那我们也会从 就是他们特别精选 从日本的这一些 意志类的玩具 然后来捐赠给我们的 早聊的小朋友 来让他们训练 使用 那这会是一个 长期的捐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 藉由他今天站出来 那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 那包括加入我们 这一次的这个 爱心小铺满的活动 现在还开放报名 我们现在才开放报名 请大家努力 加油加油 我们年底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看看 同意去 是一个 以爱为出发点 然后我们 以上为做循环 来交到我们的下一代 那这个理念 跟我们育成基金会的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这次除了我们把我们的益智玩具 捐给我们基金会 让我们的玩具更延长它的寿命以外 我们另外也提拨9到12月份 订阅会员的10%金额给我们的基金会做使用 那希望 这一份的小心力 可以让社会更美丽 谢谢 因为一层基金会 其实我们是由家长组成的 事实上我本身也是的家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服务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28年多了 那所以我们非常的知道 这个家里有这样子的孩子 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他是一辈子的负担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 0岁到6岁是一个黄金时期 你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帮他们 真的是发展的弄好的话 那以后真的就成为社会的负担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自立 那事实上发展实力 透过我们一层基金会 我们有聘用 像社公司 还有教保员 还有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员治疗师等等的 专业人员来帮助他们 使他们在各样的那个发展上面都能够 能够跟一般小孩一样 或者是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的障碍也比较轻 也可以自立生活 那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热心的赞助 那我们想说 今天所得的清费 我们也会用在我们 一层基金我们有找疗的中心 那我们会做一些疗育的服务 日间拖育的疗育服务 或者是那个部分实质 那我们其实疫情 我们的团队也有到 到载的服务 就是到家里面 然后给他们一些资讯 给他们建议 然后帮他们做疗育 那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经费 办理的像亲子的教育 还有那个筛检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发展实缓 可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一式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现场陆永佳和曲爱玲 也和玉成小天使玉涵一起制作精力汤 与张玲宇一同响应 汉儿就业培训募款计划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公益团体募款不易之时 号召众人的力量 为弱势家庭尽一份心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Homeplace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证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 逼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响应九月全国交通安全月 台北市交通局在合体国小 举办交通安全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交通安全的主题剧场 及互动体验关卡 让学童潜移默化 吸收交通安全的观念 你看你看 这个小日元 现在已经开始闪烁 这就表示啊 你剩下能通过的时间 这个时候态度 如果你已经过到一半的话 我们要尽快地通过 但是如果像刚刚 我们是远远看到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强的坐 先停下来 等下一个日更 这样才安全哦 万花筒剧团 万花筒剧团生动活活的演出 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剧情当中 响应九月全国交通安全月 台北市交通局在合体国小 举办交通安全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交通安全主题剧场 以及互动体验关卡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 吸收交通安全的观念 大概学习到公车死角那个 就是对我们帮助来讲说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直接这样讲 直接这样走过去 要不要看到公车 所以大概能知道公车死角 在哪里能注意到 比较有生动的感觉 就不会这样子看书 然后基本是因为看书 不一定能学到 就不一定能把东西进到脑中 但如果运用活动的话 可以就是体会到 就是交通上的安全 好玩 那有学到什么东西 就是交通标志 还有交通要注意的事情 以前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吗 有 蛮有趣的 而且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 之前有参与过类似的活动吗 没有 所以很新鲜 对 学到平常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然后认识很多交通号机 很厉害的整理 出了五字诀 叫做停 看 转 挥 动 现在呢 我就要请这四位小队员 一起来执行这五字诀 首先呢 停 就是停在任性道上 后推几步呢 三步 三步 好 那我们一起来数啊 从一开始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后退哦 一 一 二 三 太好了 我们后退的三大步 再来呢就是看 看呢就是要看 你看我们的行人炮制 现在是不是绿灯 请问它是绿灯了吗 好 已经是绿灯了 再来就要进到我们的看 转 是要转动我们的头 我们就上前靠近多一点点 我们要转头 看一下左边 再看一下右边 然后再看左边 请问有车吗 没有 没有车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前行走 一边行走的 一边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举起来 归一归 让左翔大台的车 可以看见你们 活动中特别设计 三道互动体验关卡 包括正确过马路 避开视野死角 以及认识交通标志 让小朋友 借由体验 学习正确穿越路口 避开危险区域 以保护自身安全 我想这个国小 开始懂得交通规则以后 他长大就不会违反交通规则 所以外国大约都在国小的时候 就请交通警察来 给国小的学生 上交通安全的课程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前我们都想说 交通的十字入口如湖口 就代表说十字入口 它是特别危险的地方 因为它的车辆不是单方向的 它是四面八方楼 所以我们这个 对于十字入口的宣传 是更为重要 我想刚刚的这些示范动作里面 我们都有充分的 给小学生上课说 要如何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尤其是站在入口的时候 碰到大车子来的时候 因为它有视角的缺陷 所以更是要使他们注意这一方面的安全规则 年长的部分就不用那么的那种话剧性的演出了 我想这个在台湾 尤其在台北我认为还好很多 因为在全国里面我们的交通事故算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说 以小孩子为例 也希望大人去遵守交通规则 我想大人是知道 是他舒服 或者是说 他故意去换的交通规则 我想这个以后 整个大人 整个社会 上中下 不管任何阶层都应该去遵守交通规则 使我们的交通的持续会更好 然后发生意外的事故会变减少 根据统计 我们将事故发生在路口占六成以上 所以路段相对于路口 在路口还是我们相对我们去宣导 跟指法的重点 针对路口的部分 那像我们这些宣导主题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停 还是要在 因为路口的交织点多 所以要特别提醒用路人 包括车辆到路口去减速 看看有没有行人要通过 那另外行人自己自我保护的意识 也要提升 在路口的时候 因为蛮多状况 包括行人绿灯了 那刚才也有提醒到说 你要看一下左右 有没有确定有没有来车在通过 即使是绿灯 那因为这样绿灯 没有去注意到去穿越道路 也发生了事故 也潜在的因素 这些事故也不少 所以除了车辆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车辆来 注意行人之外 那行人自己 还是要有自己自我保护的意识 提升自己穿越路口的安全性 那在执法的部分 我们也是针对车辆不停让行人 还有行人这个违规 穿越的部分 作为我们这个维护行人安全的 重点执法项目 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为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厅 交通局除了加强学童交通安全 教育推广 也呼吁市民朋友共同响应 并提醒驾驶人 以及行人留意路口安全 小心通过 以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厅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今年的白昼之夜又将到来 以士林大戏院为主题 邀请六十组的艺术家共襄盛举 包括了影像光电音乐戏剧 舞蹈多元的领域 邀请民众走上士林街头 连续12小时感受艺术魅力 开小时台片 四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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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拿飞坐我 拿飞坐我 穿着鲜艳衣装和舞者带领贵宾 一起摇摆 网红把咪咪为白昼之夜介绍 四十组 邀请民众届时 一同到士林体验 不断电的艺术之旅 今年白昼之夜 十月一号 在士林登场 有精彩的视觉及表演艺术作品 还有精细 游走式艺术活动 穿梭在街头巷尾 与民众互动 走过这二十个年头 在欧洲还有全球城市 已经将近有五十个城市 共同响应参与 这样子类的艺术活动 台北在二十六年 首次辦理的台座之夜 當時我們選定的地點就是在北門 還有大高城 台北西區的門戶 那在2017年 我們選擇了在公館的台大 另外還有像一個客家組織公園 這樣子一個城南區域 到2018年 我們從原山花博公園 走到中山的台西商圈 2019年我們走進了大使跟內湖這樣的區域 到2020年 我們引領民眾 帶到南港的台北流行 台北流行中心 音樂中心 那另外還有包括像那個平愛工廠 這樣子的周邊的區域 到2021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當時也首度 用線上跟線下這樣子串聯的一個活動 做一個舉辦 那今年2020年 我們選擇在士林 因為這座大劇場 他今年開幕 所以我們選擇在士林 那當然整個台北置業 一個百多置業他們整個活動主軸 他強調的就是 第一個你要跨業舉辦 第二個你是免費參加 第三你是公民參加 這樣一個三大的精神 每年都可以吸引 將近有20萬的民眾 來參與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藝術活動 那也提供給民眾一個可以親近藝術 跟這一座城市的這樣子一個場域 那深受士林的一個喜愛 我想台北舉辦了 你借以來 每一次的口碑都相當的不錯 那今年選擇在士林 當然士林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這邊不僅在教育或是消費 那還有生態的一個資源都相當的豐富 有傳統的街市 也有嶄新現代的這樣一個公共建設 所以我們這次選擇一個士林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各式各項藝術的一個作品 還有一些表演的活動 然後讓士林們這邊可以藉由多遠的活動 來回顧士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這樣一個整個歷程 那當然也積極的鼓勵我們民眾 來了解士林這個地區 他整個過去的一些發展 不同去年以線上模式舉行 今年白州之夜採線下加線上新玩法 驅使整合 結合四大展區感受士林接闊的主特吸引力 希望大家好像回到你的記憶當中 一轉身就在士林的接闊當中 甚至不同的城市的接闊當中 看到自己的身影 把自己的記憶召喚出來 而在這樣的畫面當中 也讓我們回想起疫情的一年 疫情的兩年 我們也真實地走過了現場 然後線上的版本 於是我們在今年特別又進化了一次 把白州之夜現場 就是四大區 跟白州之夜的線上 整合成一個大活動 這個活動呢 會把白州之夜的想像呢 拉到更遠 更超越國界的一個想法 把台灣的藝術家也介紹出來 所以是白州夜現場呢 包括四大展區 然後介紹 那再來夜線上 除了像去年有三大頻道 線下的場域的直播 跟夜夢影院 還有一系列的對談系列 通通都放到這個網上 所以沒有辦法來的人 他也可以通過網上 無限的連結 一夜的體驗 那麼這一次的四大展區 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第一個 一個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作為腹地 接著走到文靈路 走進士林夜市的場域 文靈路 接著來到一個記憶場域 士林館底 整個夜晚趕開 還有一個重要的第四區 是科學藝術園區 這個科學藝術園區 有三個館來共構而成 那麼現在我就要帶著大家 快快地走過這些畫面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以一個Ring Cross建造的這個建築 我們從外看到的這個 大的召喚 大的召喚這個士林的一個 光頭影染色的一個建築雕塑 接著我們走進來 進入這個回廊 進到這個內外 可以通透的一個參觀景象 我們在南極座看到這個 呼吸的建築雕塑 士林寺NF的作品 接著我們會走到古蹟騷的場域當中 跟大家一起走過這個廟城的一個樂壇 那在這個 在這個目前大家所有的大廳 就帶來這個行為 古蹟當代藝術的一個展現 那我們也知道 北藝中心順著士林考這個樣貌 把士林走過了一遍前期的研究 我們這次也邀請了 一系列士林考的藝術創作者 那麼在整個大道的街上呢 這次Swing Taipei又再次要來到這裡 這次要搖動更多百人 甚至接近千人的一個舞蹈現場 在這樣子的一個畫面當中 我們也帶來了不同的一個座檯 我現在說的這裡的大區塊呢 通通會被整合在 北藝中心跟士林業師這個文靈路上 然而我們都知道 這個街坑呢 其實是駐商工的一個大街坑 所以他到了下半夜的時候 我們會慢慢的把整個洞 移到三跟四區 也就是士林觀禮 士林觀禮太有趣了 他白天是一個非常勇人的一個環境 但他晚上我們就給他一個暗黑 文化的一個主題 去談平權議題 去談一個擾動的新的一個場 而這一次的科學藝術園區 也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代表 我們在科學藝術園區當中 三館一起共構的這個畫面 包括天文館 兒童樂園跟科教館 尤其是兒童樂園 這三個館 他們在晚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 就開始不收門票 應該是好考 對啊不收門票 那在兒童樂園裡面 就會有那個白奏Fun演唱 還有一個大家真的很喜歡 就是那個微薰胖卡的計畫 會出現在那個場面當中 第二個就是天文館 天文館有宇宙劇場 有它的那個木星沈浸劇場 它還有那個觀測式的導覽 所以在這個晚上 會把這個大家拉到一個宇宙世界裡面 去觀看那個天文的一個環境的動能 那最重要的 我們來到的科教館 它會直接到早上 科教館裡面有幾個很漂亮的畫面 一樓到七樓的常態展 包括性別科技創新展 多樣性的生態展 悄悄打打的工作坊 大家都可以去預約 最重要的是這一樓的大廳 有一個Divence 幫我們創造的科學大舞廳 把整個科教館染成一個 全新的一個年輕動能的現場 白奏之夜源自於霸國的 城市夜間藝術節 以跨業舉辦公眾場域自由參加為號召 以藝術喚醒民眾的城市空間自主權 台北2016年加入響應行列 讓參與民眾沉浸在藝術 充滿各個角落的氛圍中 記者問註台北報導 好 第二號 士林大姓 月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基隆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因為疫情而停辦兩年的基隆海洋 老鷹嘉年華週六盛大登場 今年共有54支遊行隊伍 市中心實施交通滾制 吸引了數萬人觀賞 其中有不少外地遊客 特地前往參加 一起來體驗這場 專屬於基隆的嘉年華饗宴 明迪三響起 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正式起跑 穿著性感披著羽毛飾品的 森巴女郎扭腰百臀大秀舞技 有的打扮飛魚烘魚的造型 穿著華麗的服飾一起遊街 當然主角基隆老鷹也不能缺席 有疫情過往可以這樣出來走走 真的蠻不容易的 我覺得就是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表演 或是一些作品出來 然後可以出來看 就是欣賞一下這些 就包括像表演者的 還有小朋友的火力這種感覺 我覺得看到這些創作蠻特別 所以想要做一些紀念 蠻期待的 不然就很不方便 還要脫口罩拍照什麼的 今年總共有54支的團體報名參加 其中不乏學校 社區團體都自發性報名 出發前大家在國門廣場前集合 隊伍聲勢浩大 熱鬧非凡 就是今年的隊伍特別多 也創歷年的一個紀錄 另外是這一次呢 是第一次在我們的國門廣場 來做舉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這個隊伍的一個集合 還有它的一個聲勢 都比往年來的更大更好更熱鬧 那另外呢 今年還是延續的過去 所有的一個參與遊行的隊伍 他們的很多的道具都是自己製作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今天花枝招展 而且非常的興奮 來一起參加今天的遊行 驚難可惜 我想這個是市政府跟我們蔡司令委 還有我們理事長這邊 大家一起合作 也成為基隆城市的一項特點 也是我們年度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經典的儀式 這個空拍鳥看下來的話 滿滿都是人 滿滿都是人 所以我想每年如果是在市區 同一個時間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超過3萬而已 今年老鷹加年華 你們看一下天上 有許多老鷹正在盤旋 每年9月也正是基隆老鷹 非常盛行的季節 所以我們選在這個時間 舉辦海洋老鷹加年華 那我之前跟我們秋林理事長 在聯合召開記者會曾經說到 未來市民如果有機會接棒的話 我們會把這樣的活動 當成基隆市最重要活動 一年比一年還要盛大來舉辦 當然非常感謝所有今天所有參與的團體 這些都是過去右上市長這幾年 打下基礎 讓越來越多的團體 願意來參加這個屬於基隆 屬於北台灣的盛大的加年華會 睽違兩年 就用海洋老鷹加年華 重新走上街頭 遊行路線周邊 集滿民眾 夾到歡迎 手機猛拍照 二位兩年的海洋老鷹加年華 我們即將要採接遊行 那今年的隊伍總共有52個隊伍 這些隊伍也是歷年來最多的 那我們這一次以 以歐遊天境上海自盡作為主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用我們的 台派的 海洋浪漫的這樣的一個 加年華的這個調性 開始了今天的遊行 所以今天呢可以看到我們 非常非常的熱鬧 嗨我們是大壯觀願景發展協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睽違了兩年又回來了 我們今天的壯觀是海浪 我們這是海浪森巴服 我們後面有海浪花車 有我們的大精英 然後我們呢 今天來了47個 然後我們昨天呢 準備了95套服裝 我們把我們的服裝 歷來的服裝 借給其他的社區 很開心非常開心 而且大家都聚在一起 對然後人跟人的賽 也不會有任何距離 果然從空中鳥看 活動區域擠滿人潮 疫情趨緩 嘉年華再度登場 民眾攜家待眷 參與一年一度的盛事 相約明年再見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在今天來看 基隆市長參選人蔡世英 競選總部成立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等人 親自站台 蔡英文呼籲年底選舉 是一場關鍵的選戰 是一場進步與停滯的選戰 他呼籲基隆人支持蔡世英 議員選舉支持基隆隊 讓蔡世英接棒基隆 延續光榮 接著我們的蔡世英 跟李佑昌市長的手 我們共同監量基隆 總統蔡英文 基隆市長林佑昌 還有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 蔡世英一致排開 高喊凍蒜 展現團結氣勢 蔡世英凍蒜 蔡世英凍蒜 蔡世英競選總部 18號正式成立 黨內大咖都來站台 我們在這裡 真的要謝謝大家 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讓我們佑昌能夠在 基隆市順利的施政 讓我們的基隆一直在前進 今天我們一起站出來 一起來挺基隆繼續前進 一起來請我們的基隆繼續發展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支持蔡世英 支持基隆隊 讓人繼續往前走 會不會 是蔡世英 綠營積極推銷蔡世英 總統蔡英文更是呼籲 票要投給蔡世英 11月26號 投的不是政黨之爭 11月26號投的 是我們基隆這座城市的未來 我們要選擇讓基隆繼續進步 還是要讓這裡退回 原來停滯不前的年代 我們要選擇繼續讓基隆 發展升級 還是要讓家族政治捲土重來 我想 在一場 所有人都會同意我 我們 一定要讓基隆繼續前進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家的選舉 我非常煩惱 我煩惱什麼 我煩惱蔡世英 遇到 是一個 我們現在全台灣 最有錢的 管治頂為好選領 競選的經費 沒有上限 那個心態 差不多就是定義說 用買的也要讓基隆買下來 我們基隆 可以放買去 基隆 可以倒退路 除了猛攻對手 蔡英文和賴清德 更是不忘宣傳年底的 18歲公民權修憲案 這一次的選舉 還有一票要拜託大家 就是我們18歲公民權的修憲覆決 這個門檻很高 需要965萬張以上的同意票 2020年我競選連任 拿了817萬張票 這已經史上最高 但是這一次公投所需要的同意票 是965萬張同意票 所以我們一起來 努力的讓更多人投下同意票 讓我們18歲公民權可以過關 好不好 好 這樣讓台灣的民主可以更深化 讓我們的公民的參與 可以更多 讓我們年輕人早一點參與 我們國家大事的決策 所以11月26號 蔡世英一票 18歲公民權一票 大家抽好不好 好 未來我們蔡世英做市長 請給他一樣專力支持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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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未來他基隆市的進步 反應 發展的質疑 請給他勝一分 這樣好不好 好嗎 好 我跟大家報告 蔡世英年輕優惠青年財政 過去是我們尊敬的 王特委員的助力 他有民主的DNA啦 三個議員認真打拼 對我們鄉親的支持 去立法院人家的立委 各位敏感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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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們在武昌市長 推動的種種重大建設 我們蔡世英 都作為台南 雞人市和慶政的救援 所以今天我們要慶定林宥昌 希望林宥昌好的事情可以繼續 我們一定要全心全力 支持蔡世英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市長參選人蔡世英 競選總部成立 黨內大咖都來站台 現場集滿五千位的支持者 積極拉票 要民眾年底出門投票 立拼修憲覆決可以過關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年底基隆市長選情激烈 競選總部也成為選戰焦點 民進黨基隆市長蔡世英 親自開箱競選總部 融入山海特色的總部 還常有多項設計巧思 及貼心的服務 現在透過鏡頭 帶您一起來看看 我走進來看一下 我的競選總部的設計吧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蔡世英 親自導覽介紹籌備已久的競選總部 在巨幅看板下的競選總部 坐落於城市改造有成的 四港再生核心區域 呈現蔡世英接棒牛昌施政 延續基隆光榮的企圖心 左後方就是我們的國門廣場 新建完成的國門廣場 那前面就是當然 我們之前新建完成的海洋廣場 但是最近有重新把它整修過 再過來我們看到的陽明海洋館 旁邊有新的原來的公車舊總站 那邊現在做新的公共建築物 那我的右後方的部分 就是我們新的轉運站以及大頂棚 那另外就是我們新的 現在目前已經拉皮完成的救火車站 那當然還有這條中一路的拓寬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這幾年來 基隆的城市改造裡面 很重要的核心區域 所以市應這次選在這個地方 作為市應的競選總部 也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對於城市改造的成果 以白色為基底的競選總部 兩側有才適應主打的四大主軸 及十七項政見內容 整體設計的概念 則是呼應城際轉運站前的地標 上海明光 並將上海港的基隆景色引入總部 上陣一個山 綠地的山 然後另外一個藍色的海洋 然後外面延伸出去就是我們的港口 就是我們的山海港 就是我們這一次適應競選總部的一個主題 那當然我也把我的所有的證件都放上去 我們也歡迎大家 來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加油或者是相關的證件 有什麼想法也都歡迎大家提出來 也做為我們未來的一個參考 塞生應競選總部也提供許多貼心的服務 像是寵物友善空間 歡迎民眾帶著毛小孩到總部共襄盛舉 我們歡迎這一次 你有大朋友小朋友 家裡的毛小孩 或者你的喵心人汪心人 都非常歡迎來我們的辦公室做座 總部還設有多個插座 以手機充電站的方式 提供來往市民與遊客友善的充電服務 在這邊其實也呼應了科技時代的潮流 現在大家都用手機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做了很多的插頭 也就讓大家來著好朋友 有需要充電的話 也非常的歡迎 就是手機充電站 那可能各位要等車幹什麼 這個也可以來這邊充電一下 那市民競選總部也都非常的歡迎大家 蔡世音也公布充滿設計感的競選小物 由國會辦公室LOGO延伸 融入基隆山海城市元素的手機座 就手機架 就是這樣放上去 其實這個應該也是可以吧 或者是這邊好像也可以吧 我們就是很巧妙的把ING跟山海的 這樣一個城市的概念 放在適應的這個手機架裡面 這也是我們的競選小物 當然是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沒有對手這麼有錢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競選小物 來做我們商品的販賣 那也歡迎大家來支持 適應 那也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好看的 那歡迎大家來給我們支持 蔡世音表示未來將在競選總部 舉辦一場又一場的政策說明會 希望讓基隆市民更加了解 他對基隆這座美麗城市 所剝劃的治理藍圖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N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我们下期再见